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一次痛骂外交官之后 引发了民进党的批评 对此蓝营出面反控 绿营代表团在出访期间脱队 与争议十足的台湾籍大麻商人参序 让蓝绿拼外交演变成了政治口水 针对官选团的事件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出席活动很低调并没有回应 当下快步离开 面对近期共和党官选团事件外交部长林佳龙没回应 自从周刊报道 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疑似不满外管行程安排 怒吼外交官后就遭绿营猛攻 面对舆论蓝营指控绿营抹黑 竟然把表定官方行程讲成逛街购物 同时反洪对方在官选期间 透过颇有争议的大麻商人 安排与当地正要吃饭 蓝白阵营是按照外交部的访团走 为什么还要被黑成这样子 民进党是托团自行安排的行程 连外交部都不敢为民进党背书 现在民进党还要出来推托 怒轰绿营胡扯 蓝营披露对话记录指出 当晚确实是由团长代为邀约 倘若不客参加将依办事处原定行程 没有绿营所谓的逛街 之所以当晚不赴宴 使他们认为这位台桥在美国 经营大麻公司卖衍生产品 还在自己的linking上承认 被前期指控儿童性虐待 就连监护权也因此搁置 当天晚宴 除了邀请共和党 民主党政要 又邀请访团 在业党质疑 为何外交场合聚餐 未循正规管道 绿营听闻 再反击 要蓝营 不要为难 有外交贡献的侨胞 愿意来帮台湾做事的 这个台湾侨胞 竟然要被人这样抹黑 以后谁要来帮台湾 伊利诺州早在2020年 大麻就已经合法化 人家是一个合法 做小生意的商人 蓝绿同出访拼外交 不料去越拼越没共事 回国后引爆政治攻击 介绍我们全一的台北财务党